全球首款无人机母机 已经在中国投入使用 这款无人机名字叫双尾蟹 可以携带多架小型无人机 组成空中无人子母机 关注我们 这使我们把频道继续做下去 这种方式在未来战场上非常有用 可以让几架双尾蟹组成无人机编队 然后投放几十架小型无人机 组成数量更多 规模更大的无人机机群 用大无人机控制小无人机去执行任务 可以广撒网 分散单个作战 各个击破 也可以集结冲锋 突破重点防御 战术选择非常灵活 这样多层次的无人机组网控制技术 实现起来其实非常困难 此前美国都没有真正做到过 可以说 中国已经把无人机控制技术玩出了话 无论是理念创新还是技术成熟度 都在引领世界潮流 双尾线无人子母机 拥有大航程 高智能 强火力三个优点 后面会讲解这三个优点 看完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国内军事专家会如此夸奖这个无人机 还有人宣称 在所谓轰-20出现之前 中国的无人子母机甚至可以起到一部分战略威慑效果 让对手领教到什么是降维打击 首先是大航程 央视已经详细报道过双尾线无人机 是全球首创的双发大型高端无人机 它的外形就非常特别 拥有一副非常宽大的机翼 两台发动机一直往后延伸 连接成独立的尾翼 也就是双尾程结构 这种结构有一个好处 就是结实 省重量 从而省油 实现超远的航程 二战时期美国的P38战斗机 就是双尾程结构 实现了1800公里的作战半径 非常适合广阔的太平洋战场 日本将领山本56 就是被这种战斗机远程埋伏 然后被击落打死的 而中国的双尾系无人机 可以说把双尾程布局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中国大量使用了新一代复合材料 可以把机翼造得特别宽大 大展衔比有利于减小诱导阻力 实现超远航程 双尾鞋的长度只有10米 一展却达到了20米 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5个小时 最大航程达到8000公里 巡航高度1万米 最大载重量达到了近3吨 宽大又结实的双尾程布局 还带来了一个好处 那就是一下空间大 可以挂在非常多的外挂 它有6个外挂点 每个外挂点又可以通过复合挂架 挂在2到3个无人机或导弹 全部算下来 一架双尾鞋无人机 可以挂在12到18个小型无人机 导弹寻飞弹 偷妥的是一个空中无人机航母 当然双尾程布局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机动性差一点 但是对无人机来说无所谓 因为大航程的无人机 本来就不会做序列的机动 双尾鞋就是这样扬长臂短 最终实现了综合性能的全面提高 根据双尾鞋8000公里的航程 再加上所携带的小型无人机本身 也有1000公里的射程 双尾鞋子母机组合在一起 可以实现几乎9000公里的航程 极端一点 如果不考虑返航 使用卫星中级控制 执行单向自杀消耗任务 几乎可以说是洲际无人机 足够打到北美 当然咱们一般不会这么浪费 但是折算一下 双尾鞋的作战半径也超过了4000公里 把关到 整个日本和印度都纳入了半径范围 中国周边热点地区有事实 随时可以派出去执行任务 再考虑到它可以携带各种丰富的灾荷 除了巡飞弹 导弹 还有电子干扰 侦查 情报吊舱等 双尾鞋子母机具备了一定的战略作战能力 这就是大航程带来的好处 在更远程的轰二十出现之前 双尾鞋无人子母机可以代为执行一部分 远程战区支援任务 第二个优点 高度智能化 这个优点 从外形上看不出来 但是却是未来战场上最核心的部分 首先中国在无人机控制技术上有了巨大的突破 软件层面的算法是世界领先水平 神经网络算法 人工智能辅助都是世界一流 很多城市都有无人机编队灯光秀 几百上千架民用无人机在充满复杂电磁波的大城市 也能做出复杂的立体图案 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只会更加高级 硬件层面更不用说 国内各种军用芯片都实现了100%的股产化 但画家天线单元大批量生产 硬是把有缘相控制雷达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把价格打了下来 除了双尾一些无人子母机 还有越野车发射的风群无人机 甚至还有单兵背包的垂直发射装置 一个人就可以发射六枚寻飞弹 这些装备都具有高度的智能化 技术也都是相通的 最关键的是 这些硬件背后都是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 一旦未来发生战争 无人机 导弹大量消耗 国内的企业可以短期内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 快速填补无人机的空缺 这一点换成其他国家都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个优点 强火力 无人机体积越做越小 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那么对应的 火力就越来越猛 过去我们总是说担心火力不足 其实这个火力有一个具体指标 就是单位时间内 投送到某个目标的有效弹药数量 注意两个字 有效 二战时期虽然狂轰乱炸 但其实有效火力很少 炸弹误差很大 只有少数火力是真正打中了目标的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确实让全世界看到了精确制导弹药的威力 炸弹数量只是以前的千分之一 打击效果却百倍提升 但是美军却总是把一百万美元的导弹 去打一个几美元的帐篷 其实也是一种火力浪费 变相造成了火力不足 而今天 中国的无人机子母机 就是要解决火力的精准分配问题 既可以分散打击低价值目标 又可以集火攻击高价值目标 远程导弹 远阳无人潜艇方面 无人子母机的潜力 还会被中国进一步挖掘出来 美国把无人机做得又贵又笨重 完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无人机就是消耗品 中国就是把各种布局的无人机都搞了一遍 然后充分搭配组合 取长补短 在很多美国想到了但实现不了的领域 玩出了花来 谢谢大家